你去死啊 我没见过你,你把背后大耳的大夫死了 你把你放下来 你把你放下来 你把我放下来 放下来 放下来 你放下来 这个视频大家看了吧 我也看了 来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这两天啊 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在网上刷爆了 其实是因为什么呢 一个外卖小哥要进店 可能人家呢 这个前台嫌外卖小哥 就不让他进去,然后两个人呢 就发生了口角 你知道吧,然后这个女的就说外卖小哥 你怎么不去死啊,对不对 然后外卖小哥呢可能也比较犀利啊 然后就回了一句 你那么肥头大耳的,你怎么不去死啊 结果这女的突然就破防了 然后拿了一个水杯 然后扔过去 你把我的负心说成分了 你说什么 你说得真 你拍 就差不多就这么一个视频啊 然后我看完以后 说我的看法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事儿 张思定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啊 因为我是什么呢 二三百斤减下来的 是吧 虽然说现在一百多斤啊 一百八九十斤啊 但曾经到达过那个高度嘛 对不对 我更有资格说这个事儿 因为我呢是啥呢 比这个女生更要胖 这个女生要我看啊 也就是一百 六到一百八 可能啊 要么一百五 是不是 但是总体来说呢 应该是没有那么胖啊 但是你看我比她胖一倍啊 所以说我说这个事不算歧视吧 对不对 要我说啊 你如果在乎这个东西 你就去把它剪下来就好了 但是啊 咱们就说说啊 这个事给我带来的直观感觉是什么 网言是不伤人的 实话才伤人 对不对 我们看经常在网上啊 有一些人破防 主要就是因为听到了实话 在破防 这期呢 我不想说这个女子啊 这位女子呢 守护住了一个小仙女的尊严 那我们这期说说谁呢 说说这个外卖小哥 对不对 咱们有一句话啊 叫他打人不打脸 接人不接短 外卖小哥 你怎么能把实话说出来呢 对吧 你不知道人家是仙女吗 你把这个实话说出来以后 你让人家怎么无敌自处 人家就是丰满 而且你会不会说话 这个外卖小哥 你要知道现在啊 对于这种款的女生啊 我们都有一个说法 是吧 就长得很 国泰民安 对不对 一般我们都是这么说 所以说你看啊 长得很国泰民安 你是不是就 更能接受一点 对吧 所以说你干嘛要把实话说出来呢 而且你说出来实话以后 可能是这个女生正好刚分手 或者正好刚遇到什么其他的事情 对不对 同时呢 心情不好 因为我们从他破防的程度 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可能也没少因为这个事 被这个男朋友分手啊 或者是被这个别人嘲笑啊 肯定多少都是有的 对吧 所以说你看外面小哥 说出了一个事以后 直接招来了这个 咱们就可以说毁灭式的核打击啊 战略核打击 但是我觉得这个外面小哥啊 还是守住了一个男人的底线 从始至终都没还手 对不对 因为这个事你没办法 你还手了你就是错的 你没还手呢 一个女人对于一个男人 你没还手呢 还要让对方 是吧 这么撒了一通眼以后呢 大家通通都赞这个外面小哥 有风度 我就不知道这个外面小哥是谁啊 要我知道他是谁 我都想给这位外面小哥 打赏个三十块钱了 对吧 我觉得外面小哥 确实是挺有风度的 守住了一个男人 应有的底线啊 其实作为一个胖人啊 确实你说他胖 别人很容易破防 很多人说那不对啊 张自令 那你以前2300斤的时候 你也没破防啊 那跟我能一样吗 对不对 我脸皮多厚啊 我你看 平时你们骂我 胖也好 骂我啥也好 以前你看我脸比先圆一倍 大家看我冰岛的视频 那脸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是吧 那我不说什么呀 很多人就当着面骂我 其实他们这个还是没有经过网络喷子的洗礼 你看像我 我经受了太多网络喷子洗礼了 别人骂我什么的都有 肥头大耳 肥的像个猪一样 肥的跟吃干水的一样 是不是 一看就是这个 鹅海鹅火车的那个化学泄漏品吃多了 一看就是核废水吃多了 人家骂我什么都有 对吧 但我不说话 为什么呢 因为谁骂你 谁急了 说明谁破防了 对不对 他为啥这么攻击你 那因为你说了他不爱听的话 那我们就再回到之前的那个话 叫什么呢 叫做 这谎言从来都不是伤人的 真相 才最伤人 那你说这个女的为啥暴走呢 就是因为温卫小哥无意中把实话说了嘛 对吧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 爱卖小哥毕竟跟你不认识 这个事话谁说最伤人 相亲对象 或者是男朋友说 才最伤人 因为父母是不会嫌弃你胖的 嫌弃你胖的 只会是相亲对象 对不对 要我说啊 咱们女生啊 不用那么太控制体重 咱们就吃着就完了 对吧 而且呢 这个说 咱们就说这个 这个胖一点没什么 对不对 本仙女无非就是 丰满一点嘛 稍微丰满一点 也就是一百六七十斤 七八十斤 那其实也没什么 我个人觉得 大家不要对体重 有那么多的芥蒂 不像我们男生 我们男生是说 必须得有人余线 必须得有八块腹肌 必须得有这个东西 因为男人嘛 你毕竟你在社会上生活 你要重视自己的外在形象 啊 你看我 我虽然说练不出八块腹肌来 练不出人余线来 但我还是尽量的 让自己减一点 一百斤 好受多了 所以说 你看 如果你在乎别人说你的话 你减不就是了吗 对吧 这有什么可破防的呢 这个外卖小哥 其实现在也代表了 现在一批 很常见的年轻人 就是年轻人 你不知道哪一句话该说 哪一句话不该说 你要知道 在咱们的文化里面 那实话有时候就不能说 你知道吧 就像你将来工作了 不光是对女生 你将来工作了 对你领导也是一样的 很多实话是不能说的 知道吧 你比如说你们主管 主管说 为什么咱们组这个业绩这么差 咱们这个开会讨论一下 你就应该在你自己身上找原因了 你说你加班不够 你说你工作不努力 你说你平时顾着打游戏 你说你平时急着早回家 对吧 你说什么都可以 你千万不能说 因为你的这个能力太差 你这么一说 指不定对方就破防了 明天就把你开了 你知道吧 主管干别的没有 劝退你的这个权利 应该还是有的 男生跟女生也是一样的 我相信 正常的谈过恋爱 有过这个生活的朋友 应该都理解 对不对 女人嘛 她要的就是一个说法 比如说跟哥们出去喝去了 出去商K去了 你不能跟你媳妇说 我出去商K去了 对不对 你得说我出去是为了谈工作 我为了这个家有多不容易 我在外面当孙子 我在外面太苦了 你得跟他这么说 人家心里才会好受 你能跟他说实话吗 你说我回 你说我出去了 我跟哥们 跟几个小妹出去喝去了 你能这么说吗 你这么说 你不找麻烦吗 对不对 所以说啊 你就记住一句话 对 女生 是不能说实话的 就算你说实话 你也不能说到胖 你知道吧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 或者说在整个东亚的文化里 胖它确实不是一个好词 它不像欧美 那么不在乎胖 你像美国 那都是超级大胖子 对不对 那即使是这样 在美国 你也不能随便说 你胖 你在美国 你对一个女的 你说的胖 这肯定也不胖 所以说 所以说 大家还是要注意啊 这个外卖小哥 还是年轻 我也给咱们年轻的朋友 带一句话 以后 对于一个女生 要尽量表现你的 身世风度 好吧 这期呢 就到这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的事 咱跟他说 这期聊这 大家拜拜 拜拜